四大天王是过去的一个称号 是对待九十年代赤沙华语娱乐圈四位年轻人的称号 他们不仅是华语越南的传奇 正是我们八十、九零后 青春的记忆和成长的见证 如今这么多年过去了 四大天王中最年轻的都已经年过五十 但他们仍是华语娱乐圈中屹立不倒的长经树 下面跟小编一起盘点一下这四位实力 五象巨星童年时期的亮照 同时也回味一下我们逝去的青春 一、刘德华刘德华小时候 从五官上来看 已经有现在的几分模样 五官看上去很有神 但就是神情有点严肃 有点不苟言笑 一副生人墨镜的感觉 跟我们现在平易近人的花在有点大不同 刘德华中学时期的模样 跟现在已经基本一样了 那标志性的阴狗笔 立体的五官 活脱脱一个小浩版的花在 只不过在他当时那个年纪看上去 有点少年老成的感觉 二、张学友小时候的歌神张学友 跟现在的模样 还是很大的不一样的 小时候的张学友看上去 眉目清秀 很文静 唯一不变的是 那有点腼腆 但又让人很温暖的笑容 到了中学时期的张学友已经展开了 已经能看到现在的影子上 一头长发再配上哪个年代 特别流行的喇叭裤 活脱脱一股乡村非主流的既视感 三、黎明看来小时候的天王黎明 也是一个爱国的少先队员 在天安门前拍照 也是他小时候的愿望 照片中的黎明小时候长得很可爱 打扮也很时髦 但从五官上看完全看不到现在的影子 到了中小学时期的黎明 从五官上已经有了现在的影子 只不过脸上有点瘦肉 看上去有点圆润 没有现在的立体 但跟小伙伴们站在一起 还是让人一眼就注意到了他 看来天王果然还是天王 魅力是无法被阻挡的 只不过当时这个发型 看上去有点不良少年的既视感 四、郭富城小时候的澄澄脸上有点肉肉的 看上去很可爱 浓眉大眼的 再配上那白衬衣 一副小正态的感觉 只不过这神情看上去有点委屈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张照片 是被爸的妈妈逼着拍的 所以才露出这股委屈的表情 中学时候的郭富城看上去就很帅气了 给人已经特别阳光的感觉 中学时期的郭富城五官 跟苏友鹏年轻的时候 看上去有几分相似 四大天王是我们八十 九零后的青春记忆和成长见证 现在他们老了我们的青春也是去了 但他们永远是我们最宝贵的青春记忆 四大天王当中 不知道你们最喜欢他们中的谁